股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股市人生频道 今天是美东时间12月17号周六 今天的内容首先是市场分析和本周财经药文 这两点可以放在一起说 我们先看股市 本周从周二开始 暴跌 这里四只乌鸦是下跌信号 表明这里还不是底 下周还会有底部 不过别急 下周可能就止跌了 上周在这里 紫色箭头这里 我们预测说 本周还有下跌空间 标普可能会震荡下行 去补下面这个缺口 因为熊市的缺口 它经常会回补 周五呢 已经确实大部分补上了这个缺口 还没有完全补上 还有一点点 这个上升些行 还是比较有威力的 一下子就甩下去这么多 不过这像是一个 B浪回调 B浪回调之后呢 它会有C浪的上升 在下跌的时候呢 我们要期待上涨的时候 因为涨跌互线 是股市的规律 就像下雨天 你会期待天晴一样 结合经济基本面 本周的周二出炉的CPI数据 低于预期 其实呢 也只是低了一点点 也刺激了市场 周二在这里标普 猛冲上了这条长期阻力线 但是很快就跌落了 如果看期货的话 这里就很明显的 长长的上影线 这条长长的上影线 就叫做恐惧的柱子 Pillar of Fair 周二这里也出现了 MACD的顶背离BL 熊市的顶背离BL 一般比较准确 人们在这一天 也担心周三的FOMC一席会议 果然周三的美联储会议 直接把股市拉下来了 我们看周三的会议结果 周三的美联储会议 有几项市场利空 第一就是利率到2023年 升到5.1 第二下调夏年GDP增长预期 第三是PMI指数 表明经济在变差 美联储12月加息 50个基点 点阵图显示 明年利率将高达5.1% 这是新的点阵图 黄色的原点 代表每一个预测的官员 他们给出的利率的预测 绿色的是利率中位数 我们只要看这个绿色的曲线就可以了 我们看到在这里 2023年这里最高利率达到5.1% 上一次点阵图说 到2023年初利率会到4.6% 然后到2024年利率会降到2.9% 这次美联储又提高了一次一次的加码 人们在担心FED是不是还可信 会不会下年利率又升到6%以上了呢 想想08年 08年之前利率它就是6%以上啊 那时高利率导致了次贷危机 那么利率会不会持续上升 首先自家的房贷会不会有问题呢 这一次的利率决议 导致国债收益率应声上涨 标普500指数回吐日内涨幅 美元指数收复失地 本次会议 美联储下调了2023年的GDP增长 同时将2022年的GDP增长上调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担心明年比今年的GDP更差 表明美联储对通胀的下降还是有顾虑 本次会议 另一个指标PMI 制造业经理人指数 它的值呢是小于预测值 预测值47.7 公布值46.2 这个值PMI等于50为融库线 这里只有46.2表明它低于融库线 这个指标在以前大多数的年份 它都在融库线值上 现在小于50 表明现在的经济确实是在变差了 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出勤失业金人数 公布值是21.1 低于预测值的23 所以美国政府就在说我们就业强劲呢 怎么可能会衰退呢 衰退有好多指标 这个失约率指标它很重要啊 但是以前设这个指标的情况和历史条件 和现在都不一样了 以前它就是以这个指标为主要的指标来衡量经济衰退的 现在还有一些比较老派的分析师 还是比较看重这个失约率指标 来判断经济衰退 现在呢美联储又说 也许夏年会有温和的衰退 回到股市 如果下周把这里的缺口完全补上了 是不是马上就会上涨了呢 我们看它的RSI 还在20以上 没有说超卖 小于20的话 一般它会有立即的反弹 这里它显然不是小于20 也许它还有下跌空间 我们可以参考这一段的下跌 它在这里下跌之后 在这里盘整了两天 然后在这里10月13号 一个低开 一个长长的阳线 这才开始上涨 我们给标普画一个下降的黄金分割线 旧的没有了 再画一个新的菲波那切回调线 选这里的一个高点 左边的第一点 为终点 找一下它的支撑位 在0.5 这条 限3804左右 这是上涨幅度的一半的位置 也是第一支撑位 第二个是0.618 在这里第二支撑位 3737 这是它的两个支撑位 下周的时间仓呢 是下周一46天 和下周四第49天 过了下周 就是圣诞节 圣诞老人要来救市了 圣诞反弹行情包括至少七天 这七天就是 The last five days of trading year and the first two days of new year 就是年度交易日的最后五天 加上新年的前两个交易日 至少是七天 这个是统计数字 只要不出黑天鹅 它就会有圣诞行情 接下来的C量反弹 它很有可能会突破这条下降的压力线 上一次已经突破了 再一次它很有希望会突破这条线 下面我们看几支个股 第一个 看美元吧 UUP 这一次上调利率 是股市下跌 但是美元 又反弹了 不过它也涨不了多少了 夏年 它大概率 不会再涨了 现在看来 还能再涨几天 不要再做多就是了 下面我们再看 Tesla Tesla 现在是麻烦中的麻烦 Tesla一直在这条下降通道里运行 到这里的时候 到下缘 我本来想买Tesla的扣 但是它在这里跌破了这个下缘 那我就得再观察一下了 Tesla最近也没有技术上的突破 也没有性能的提高 比如电池寿命 续航里程 这些提高 就连马斯克一直坚持的 不用激光雷达 也现在有人质疑 也动摇 在管理上 他也遭到股东 对马斯克 极大的不满 他成了马斯克 科技帝国的现金牛 在周四的股票 在周四这一天 马斯克抛售36亿美元的股票 但是木头姐 他这一天大量买入了七万五千股 这两个人还真是神操作 一个卖 一个接盘 一个看好比特币 另外一个就力挺比特币 他们还真是互相帮助 资本的事情 我们小散不懂 如果下周要买靠的话 我宁愿买TQQ的靠 而不是买Tesla 下一个是Gold 随着美元即将下跌 金价 以及Gold 可能会上扬 我还在等机会 买这个Gold 或者是买靠上涨期权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关注和转发 有问题和看法 请留言 下一周会有 今年的回顾和明年的预期 让我们下次下周再见